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看一場MBL的孟佳拉對上瑪麗 這位CAPOCH也是一個天梯的高手 分數很高 好 那來看一下這一把的比賽 那稍微講解一下孟佳拉這個文明 孟佳拉的話才有戰車 戰車的話就是寶兵單位 他可以讓他的單位變成近戰單位跟遠程單位 可以隨意的切換 他的特殊科技可以戰相跟大象攻擊單位 攻擊速度提升20% 這個也是相當強的 讓他的馬功可以跟蒙古的馬功劈底 所以孟佳拉算是一個近遠單位的一個混合體的文明 那大象還有外的抗招搶能力 生到下個賽的時候村民會多產生良 所以就是你跟別人抱經濟的時候 經濟並不會輸太多 村民是會直接領先對手的 然後戰艦每分鐘還會回復15生命值 所以他打海豹是不錯 呃...還有這個我覺得能力這個很保 大乘佛教 村民殺人口減少 這邊棒棒 開打 這兩邊都是選擇雙棒 出擊 這邊 MBL 這邊死了一個棒 那對面還有兩個棒 跑了TC 補個血 這邊拉一個村民出來好像有點讚 然後這個村民殺人口減少10%其實蠻多的 然後這邊貿易化還可以產生食物 相當...算是一個全面的一個文明 這邊應該是解掉 這邊肉麻可能被超死 棒棒沒救 他這兩棒殘血出走了出來 可能要搞點事 然後這邊棒棒還是做騷擾 在你家裡其實我也差不多是用挖金礦 挖金礦可能是要打一個... 小弓 好這邊靠一下 OK 燒了一下燒了一下 喔超死了一隻棒棒 這邊阿雷一隻棒棒出來 做一個稍微小短集一下 免讓自己的村民陷入險境 這個棒棒出來相當的...OK OK那這邊 我居然選擇了前置塔 那這邊村民會不會敵掉夢翔出來打架呢 這邊...瑪莉還在做偵查 他這邊進挖一挖就不挖了 改挖石頭 忽然想打塔弓 OK那這邊...似乎是... 沒有視野的關係嗎 對 因為沒視野所以不知道他在蓋 這個是塔開始攻擊的時候才顯示出來 會這樣一亮一亮一亮的 就代表他在蓋頭明 他的視野 然後突然的塔弓 瑪莉這邊能擋住嗎 要不要趕快挖石頭 挖石頭可以趕快反擊 他開始有人在挖石頭了 這個射箭場會不會白給呢 這個在秀工兵 在秀了在秀了 可能秀不太到什麼的感覺 先拉掉一波 這個射箭場可能沒辦法造工兵了 大家再注意到 可能要囤一波然後直接走出來就可以了 這裡還有3D寫著村民 民兵在打OK一箭射石 這邊石頭好像挖得比較慢一點 這邊要剩下四箭場 加速一下 這邊公兵可以過來做燒了 開始因為射程太短 要五格 OK射到了 一攻上好之後就可以射了 這邊塔建了一個起來 這邊可能要再繼續圍進去 再一個反擊嗎 這邊瑪莉也選擇了一個塔 做反擊防守 弓箭手一直在問命繞 看有沒有打出一個破口 OK這邊卡又卡出來 但是這邊孟加拉MBL已經選擇了戰矛 做防守 打工兵相當的好 但是這邊已經插了 走進來 喔這邊瑪莉先被受死 工兵能剪掉這一村嗎 哇賽被躲掉了 居然沒拿下 等一下 把這個鎖精鎖得很精銳喔 我要完蛋 為什麼這個穿裝TC只剩一弓 那就沒救了 這邊的話墓虛也被碰 這邊劍塔對射 這邊孟加拉率先上了城堡實戰 好看來要開始打馬了 這邊看情勢不對趕快跑 騎士按了出來一擊伐木也下了 這比騎士能做到的效果很好 因為對方還有很長段時間 才可以上城堡實戰 這比騎士要怎麼守呢 遇到騎士 下兩個修道院 直接爆真屢 沒有想法 TC也蓋了 這邊騎士狂砍 這邊選擇了3TC開龍 然後騎士防守的一個對策 但是瑪莉這邊也是開出了3TC 哇兩邊TC都開得相當少 這邊 這邊 可不可以殺進去呢 這個BK給的壓力很大 好 下面真屢開始在製造 衝車 這邊還選擇了衝車喔 還滿快的 兩邊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都是3TC開局 這邊撒了更多的錢 村民在插一些少戰做一些偵察 這邊選擇衝出去解家裡的這邊塔 OK 那 瑪莉這邊一個 轉手為攻 反正前面被獵士 現在上城堡變優勢 那蒙加拉MBO這邊 蓋下了城堡 再來守這塊大金跟這個TC 跟農田的部分 但是這塊墓區可能是守不太住了 好那這邊 瑪莉開出了4TC啊 相當兇 好這邊 打出了一個破口 蛇女怪 趕快救一下 轟一下 轟 應該可以轟到一隻 這隻沒問題 這個TC沒開出來 稍微拖還了MBL的經濟 OK 那這邊MBL的戰車開了出來 那克蘭車一出來是弓箭型態 那這邊先轉出了近戰型態 那能力是十攻 二防 一遠防 還不錯 那這邊的話 這個村民不知道在幹嘛 想拖壞壞的事情 這邊騎士 遇到真鋁有點難搞 好看要不要 藏一個 呃 真鋁喔 真鋁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好 可以藏一些真鋁 或是來撿個遺跡也是蠻斷的 好 真鋁或輕騎兵也不錯喔 輕騎兵可以來打這些真鋁 相當效果好 這邊有戰車防守 那正面部分 這邊可能會有點危險喔 不危起來的話 這邊破口目牆的話就破了 好 側面對MBL不太舒服 好這邊選擇了 遠攻 再轉成近戰 那這邊遠攻 跟近戰都好像還沒有生的樣子 好這邊果然 瑪莉轉出了輕騎兵 看來要出一些肉碼 直接正面解掉 MBL這邊的正面部隊 這是瑪莉 好孟加拉這邊 MBL選擇了 長槍兵 重裝的 好這邊 為什麼蓋這麼多房子 這個應該是沒看到 看好在死角 好 那待會可能就要來個大戰了 真鋁拉出來這邊 給殺了蓋城堡 這高地拿下來也是蠻棒的 瑪莉的國門 就有一個相當好的保護了 下次稍微加速一下 瑪莉爆出了很多新騎兵 蠻大量的 OK這邊戰車過來偵查一下 看對手到底在幹嘛 喔看到了很多新騎兵走得出來 哇看到情勢不妙 趕快長槍兵 狂點 趕快按 長槍兵走出來 你就知道他的老頭補票 哎呀這個老頭全到 沒救 跟正面部隊分散開來 把這個老頭繼續走 繼續走 但是老頭還在繼續被殺 哎呀 哎呀這個翁下來 這個要一直走 鋪一直走 哇全死了 我可能 哇只剩下 兩隻老頭 但是正面的駱駝跟騎士 已經包圍上來這邊 戰車能打贏嗎 現在還有長槍兵 可能有點硬喔 我覺得不太好 OK那這邊 長槍兵防守的話 正面好像還有機會 而且NBL這邊率先 點加了帝王時代 他這個TC開出來 沒有照村民的意思 而是拿鹽巴 帝王時代用的 但是對面的馬力 由於村民有領先的關係 所以比較穩上帝王時代 大概時間差了60% 那大概NBL這邊遠頭 可以打出一波優勢 在這邊看一下他遠防 要不要先升一下 有剩了二攻 遠防為主輸出 看來是要打一個 戰車爆的一個想法 這邊NBL身上帝王時代 看一下增兵技術 然後外面的城堡 升扯了遠頭 那這邊馬力 一機撿得蠻開心的 大概撿兩三個有 喔兩個 看馬力這邊想要 裝一個地方 找一個機動性的打法 把這裡滅一滅 砍一砍 喔也是蠻不錯的 這邊攻擊力還沒有上完喔 只有一攻 所以拆建築可能不太快 可能稍微一下 吃個村民 也就夠了 想要離開這邊 正面的部隊吸引力喔 喔這邊還轉出了戰象 很兇的一個打法 額 護衛技術上了 這邊長兵會開始 跑得比較快一點 這邊馬力的部隊殺進來 但是戰車沒有要回舊的意思 這邊 MBL一直不進去 就已經是覺得 正面可能有東西過來 可能會打不贏 好這邊也確實看到 裝甲步比已經升好了 好這邊馬力的話 是可以免被 那個 軍營單位 遠程防陸加一的 所以這邊轉出了一些軍營 要做一些常見兵跟建友 想打一個正面 但是家裡被鬧得有點慘喔 這個戳戳剛升級好而已 那這邊下面的兵也被戳光了 OK這邊家裡的 內換已經修好了 但是 防守 這邊插了一個塔 做一個燒喔 喔戰車 戰象這樣子頂 能頂的是我吧 這個老頭 送光了 反正是想要幫這個 戰象補血的 結果沒辦法 但是城堡也是掉了 好 正面的話 三級弓還沒有上 化學 還沒好 這個戰車 哇 直接變成近戰型態 開砍 打到換成遠程 射掉跑投 OK那這邊戳戳可能就要開始拉出來 打一個正面了 遠投 繼續挑TC 但是對面有長劍兵 不太好打 但是長劍兵應該是問題不大喔 因為這邊戰車是遠程單位 要白嫖不平也是蠻好打 好這邊就上了三級弓 看一下過來開始頂這個劍頭 瑪莉這邊上帝王 還沒有把 駱駝升級 就騎兵單位的部分都還沒升級 在輸駱馬 想要做駱馬一個反擊 但是黃金爆得有點兇啊 這裡不爆個黃金冰種 會很難打喔 但是看到這麼多的戳戳 爆馬也不是 一個好選擇 這邊已經上了三級版獎 這邊已經上了三級版獎 OK 選擇爆了更多嘛 呃 彪悍科技已經點好了 攻擊力是7加7的輕奇病 攻擊力14啊 哇塞 這攻擊力很猛啊 彪悍精神 好來看一下現在遠房有多少 現在遠房居然有1加5 這個金牛在升好 嗚 1加7 好硬 好扯 瑪莉這個劍勇 對戰車很難受啊 隊員成單位來說 劍勇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這邊科技有在場嗎 劍勇快要升好了 OK 進勇升級好 直接來打在這邊 踢死地的劍勇 遠程防禦吧 來看一下這波怎麼打 這波拉遠喔 直接射掉0個戰車 戰車是到這個5 這個直接硬A戳戳 好像戰友 劍勇拿到了優勢 這邊馬功 似乎效果不太好 但是因為劍勇數量不夠多 還是打輸了第一波的交戰 好 這邊戰車 穿很近戰型態 要準備打一個 近戰硬A 好 這邊因為 黃金還很多 看來要打一 正的 交戰應該是沒問題的 我這邊蓋了更多的軍營跟 馬雀 在家裡也繞了一堆 一些步兵 開始做騷擾 這邊蓋軍營 開始從後面 殘 劍勇 做騷擾 還不錯 這邊選擇了硬鋼 這邊有很多的劍勇 我覺得這樣打不太好 雖然 瑪莉這邊少了二攻的近戰 但效果還是 不錯的感覺 媽 居然打輸了 看是量不夠多 這邊村民按太多了 瑪莉這邊村民按了150隻的關係 導致這邊 部隊有點沒辦法擰壓對手 但經濟非常的好 看來是還行 這邊 駱駝攻擊傷高 7加7 攻擊14的駱駝 這個駱駝的傷害 有可能是 這遊戲裡面最痛的駱駝 OK 這邊來挖 MBL的小金 在被發現 這邊 趕快拉了回家 MBL 這邊要繼續打戰車嗎 這邊原來戰車一直沒有點下彈道血 難怪 感覺射的沒有很準 沒關係這邊 連變精銳戰車 攻擊變10 然後 射成是7 OK 這樣還不錯 但是 如果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劍勇的優勢會蠻大 因為這邊 只有7 6加4的傷害 但是劍勇的遠防是8 所以你戰車射一下 只有2滴傷害啊 哇塞 這個劍勇好勇啊 直接在城堡下面 直接硬A 而且造價又便宜 這邊 防下來了 這邊還是要拿點駱駝 來打這個戰車 這個劍勇加駱駝的打法 好像有點強 這裡 這邊 原來被煩到 不行 按下了一個城堡 順便守家裡的墓需一個農田 正面的話 看起來是 打不太下來 MBL屬於一個非常劣勢一個局勢 這邊出戳戳也會被劍勇砍 那出戰車 比較變成近戰型態 才可以跟這個劍勇 對拚一下 但是這個防禦好像還沒升好 被劍勇打的是很痛 看一下 孟佳這邊有沒有火槍 這邊轉個火槍雖然不錯 但右邊這邊打出了破火 直接在你臉上蓋啊 孟佳這邊是沒有火槍的 也沒有火炮 這邊劍勇會很難處理喔 但是有強奴 還是要整出強奴呢 但是這邊戰車都研發好了 好像沒必要去整強奴 這邊MBL經濟有點慘 村民人口只剩下110億 人口數只有一百五 哇這邊 瑪莉的一個混兵 導致戰車非常難受 而且這輕騎兵 還是有14攻的一個傷害 非常高 哇這邊直接蓋在你臉上 MBL應該是有看到 哇你就這樣直接蓋進來 不講武德 哇這個劍勇 真的很難處理喔 完蛋 這邊還該下工程機製造手 看來是要來個硬上了 然後這邊肉麻燒 村民相當無用 臭臭跟不到 正面有相當多的馬 但是這邊劍勇打臭臭很快 這邊兩邊的混兵 看一下這要怎麼國異一下 這邊選擇了進陣單位 正面硬打 這邊戳戳包了過來 要打這邊的肉麻 哇這個包的好欸 哇這邊吃藥相當多的肉麻 這邊遠頭雖然有很多 四塔遠頭 但他正面情況不妙 打不太贏 趕快撤一波 這邊肉麻一直出來送 看一下 MBL二寶桿被圍起來 不然這邊有劍毒有點難受 但這面硬扛起來 這個拆掉 OK 這邊頭也沒問題 外面這邊藏了更多的馬就 馬力這邊經濟有點好的感覺 這邊MBL似乎意識到什麼問題 二級馬牌現在才要上啊 他現在才發現他的戰車近戰模式太脆了 所以打不太贏劍勇 才能別囉 這邊打出了GG 哇 這邊二級馬牌太晚上了 風加拉雖然這邊 馬 馬 馬 戰車 近戰可以打 跟遠方也可以打 但是升級要兩邊都要升喔 相當的忙碌 對 馬牌可以上到三級 滴也沒有上到三級 馬三級遠方也沒有升好 所以導致這邊 不管你牽奶的 這個型態 戰車很容易就被換掉了 防禦升得太慢了一點 那這邊馬力算是用一個經濟凝壓的打法 人口輸146 75片田 直接淹死了MBL 那我們來看一下數據的部分 數據的話 算是MBL 算是一個優勢 但是 打不到最後 經濟上是輸對手的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